好 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停车场内病一刑警蜂友而上将这名男子逮捕 他是一名通气犯 警方已经埋伏许久 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 是安平已故脚头健文的小弟 绰号叫做新式豪哥 这名24岁的高姓男子年纪虽轻 但身上却卡了四个案件通气跑路 带你来看现场情形 好 这名绰号叫做豪哥的男子 两年前曾经替遭杀害的兄弟出头 奋而率重到绰号虾米的蔡姓男子住处 咋名指呛虾 双方杠上 结果高姓男子的老大 以及居民脚头陈建文也惨遭枪杀 警方查出这名高姓男子犯下杀人未遂 妨害秩序 公共威胁以及组织犯罪等四案 遭判刑六年八个月 不过他却迟迟没有到地检署报道 跑路到嘉义的海线躲藏 近半年来悄悄的回到台南 不改暴躁的脾气 在网路社群高调放话 要早昔日的仇家谈判 因此警方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将高姓嫌犯列为重点查气的对象 终于在新市的一处停车场逮到他 高姓嫌犯当场遭到压制 惊恐大叫狼狈落网 以上是来自台南的详细资讯 把镜头找回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